参观一下深圳的所谓的城中村 矮房比较多 路比较窄 车也能开 其实就在非常繁华的一些地段旁边 就是以前那种本地人 是吧 本地人 本地村民的一些地 这些地方是不能商业开发的 对吧 都是他们以前村民的这些房子 老房子 位置都比较好 所以说很繁华 开这种小店 租金便宜 所以一些店很多 然后周边的话 住的人很多嘛 所以说这种消费人群比较多 你看 哇 好繁华 什么都有 卤菜 米粉 烧饼 肠粉 理发店 是吧 啥都有 真的相当方便 这跟泰国完全不一样 泰国那边住宅下面啥都没有 最终有个生活以来 我了不起了 太方便了 这里房东植株 一房一厅 这里租房一房一厅多少钱 一个月 一千五是吧 还好啊 一千五不会啊 曼谷住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公寓 都要大概两千三千 小区的话就比如这个家 小区就是更贵点 是吧 这种房子是吧 城中村 那个高楼也是吗 对啊 高楼还可以啊 感觉 但是它楼间区很窄 哦 楼间区窄 城中村基本上就是很密 是吧 但是它便宜 对吧 其实这个楼不能叫公寓啊 有点像那种宿舍楼啊 对吧 而怕没哪那种宿舍楼啊 就里面也没有游泳池 没有健身房 公共设施都没有 没有栋房子之间 啊 这非常非常窄 握手楼是吧 确实 确实够窄 它这个东西没有政府的一个要求吗 比如说你不能建那么密啊 要不然影响采光啊 比较老啊 就是以前的 比较老的 就那个时候可能没有那个要求 就建的非常密 确实很窄很窄 而且它就是承载了 绝大部分人打工 啊 哇 你看这个这么窄 都是外地来自己打工的啊 首先住这里 工资低就住这里 就存在困难啊 一房一天一千多块 对 有些好一点的成分 可能比较少许 啊 这个情趣生活馆是什么意思 啊 就是卖那种各种产品的是吧 还有网吧啊 多少年没看到网吧 现在还有人上网吧吗 上网吧干嘛 那家里不都有网络又有电脑啊 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啊 是吗 那我们那边有些厂线的 他们下班人就没地方了 啊 这样子 他网上是最便宜的消费啊 一个小多少钱 他去看看是5块钱 啊 可以 那里还有个网吧 以前我也在我们家乡做过网管 实际上就是收银员 服务员 服务员 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还要帮他去死机呢 帮他重新重启一下 这里小技术还是有的 网管抛个电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时候没有 我们不管的 现在有这个帮你开个机这桌 开个机关个机 川乡凉菜 确实吃的东西非常多选择 在这种城中村 生活很方便 生活确实方便哈 就是环境稍微差了一点 不过这个东西对于大学刚毕业的来说 ok的 是吧 以前我们在大学里面宿舍 那是五六个人 七八个人几个小房间 真的环境更差 现在这种地方已经可以了 自己住个单间 不错了 要求不能那么高 一步一步来嘛 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不是人人都富二代啊 ok 这边应该就走出去了 大家看一下 深圳的城中村长什么样 拜拜拜拜 拜拜